习近平指出 亚太经合组织建立领导人定期会议机制以来 始终走在全球开放发展的前沿 有利促进了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经济技术发展物资人员流动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经济面临多种风险挑战 作为全球增长引擎 亚太肩负更大的时代责任 作为亚太地区领导人 我们都要深入思考 要把一个什么样的亚太带到本世纪中叶 如何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三十年 在这一进程中 如何更好发挥亚太经合组织作用 习近平强调 我们应该秉持亚太合作初心 负责任地回应时代呼唤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全面落实布特拉加亚愿景 建设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 实现亚太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共同繁荣 第一 坚持创新驱动 要更加积极地推动科技交流合作 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 加速数字化转型缩小数字鸿沟 支持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技术应用 不断塑造亚太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中国提出亚太经合组织数字乡村建设 企业数字身份 利用数字技术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等倡议 更好为亚太发展赋能 第二 坚持开放导向 要维护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 支持并加强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 要坚定不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加快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 中国成功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 第三 坚持绿色发展 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 扩滤 增长 后置亚太增长的绿色底色 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 我们提出亚太经合组织绿色农业 可持续成是 能源低碳转型 海洋污染防治等合作倡议 推动共建清洁美丽的亚太 第四 坚持普惠共享 要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中心位置 深化发展战略对接 共同解决全球发展赤字 欢迎各方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 深化减贫 粮食安全 工业化 发展筹资等领域合作 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让各国人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中国将继续支持亚太经合组织 开展经济技术合作 共同做大亚太发展蛋糕 习近平强调 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高质量发展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以中国式现代化 为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 提供新机遇 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努力 推动亚太合作 取得更多丰硕成果 共同打造亚太下一个黄金三十年 会议由美国总统拜登主持 主题为 为所有人创建强韧和可持续未来 会议发表了 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旧金山宣言 王毅参加会议